随着雨季的到来 各种野生菌纷纷上市 云南又成了各地关注的焦点 又有人吃菌中毒了 年年上热搜 全国人民看得惊心动魄 云南人从不认为自己采的菌子有毒 中毒了都怪自己没有炒熟 怪大蒜没有变色 反正不可能是野生菌有毒 然而事实真的如此吗 如何辨别有毒 不幸使用野生菌中毒后如何急救 让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毒菌全世界有1000多种 我们国家有400多种 云南的有毒真菌特别丰富 然后在非常多的地方都有分布 然后我们云南老百姓识别有毒真菌 一般有三条 就是颜色鲜艳的不能吃 跟大蒜一起炒变黑的不能吃 被虫子吃过的可以是 其实这些民间的建立方法是不可信的 比如说我们最常见的食用菌 大红菇 它就是一种颜色非常鲜艳的食用菌 非常的美味 对这个是一种鹅膏 颜色也是非常鲜艳 也是可以食用的种类 这个是鹅膏鼠的一些毒菌 它们呢 跟大蒜一起炒 或者是用银器去试 都不会使它们变色 它们所含有的毒素叫鹅膏毒态 不会让这个大蒜变黑 也不会让银器变黑 牛肝菌呢 是虫子非常爱吃的一个类群 它们的那个菌饼菌盖里面 时间长了 就是成熟了之后 都有很多虫来住 但是呢 不是所有的牛肝菌都可以食用 很多牛肝菌也是有毒的 所以说被虫吃过的这个菌子没毒 这个说法也是错误 头上戴帽 腰间祭裙 脚上穿靴的散菌 一般是有毒的 怎么理解它呢 头上戴帽子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在它的菌盖 这个是它的菌盖 上面有一些花纹 或者有一些鳞片 有些鳞片 这样的菌 就是头上戴帽 腰间祭裙是什么 什么意思呢 就是它的菌饼 这个圆珠形的 我们叫它菌饼 这个菌饼上有一圈 环状的这个 像裙子一样的结构 我们叫它菌环 就是腰间祭裙 然后脚上穿靴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它的菌饼的肌部 我们叫它菌托 这个菌托呢 有的是球形的 有的是杯状的 有的是鳞片状的 就是菌饼的肌部 有这些结构的 就是这三个特征 都具备的这些散菌了 最好是不要使用 因为它是剧毒的 野生菌中毒 首先它有进食的一个 野生菌的一个病死 同时它吃完野生菌之后 有些是数个小时 或者数天会出现一些症状 像急性胃肠型的话 就是我们比较常见的 腐痛腐蟹啊 呕吐啊 这类的一些 胃肠型的症状 第二种是精神神经型的 精神神经型的 我们也是几个小时 或者两到三天 就出现症状 有些会出现一些 投音乏力 没精神 记忆减退 甚至失忆 还有我们常见的是 看到小人人 就是患死 患觉 还有一些有 患听的一些症状 自救 首先我们确定 它是已经吃过野生菌了 它可能是出现一些 一系列的 就是中毒的一些症状 之后我们要判断 它这个病 这个人 它是否省事清楚 如果省事清楚的话 做吹吐 排除它一些毒 减少它毒物的吸收 如果是省事不清楚的话 就不建议做 这种 吹吐这种情况 立即到医院 及时的救治 同时带着 它残留的一些 菌质的一些样品 以便我们医生来鉴别 制定一些治疗方案 和评估它的愈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